吕梁英雄传 第四十二回 康有富感动坦白 画林爸畏罪潜逃 两面山上的民兵 听见地雷响声 飞也是的跑下钩来 正好老五和雷石柱 从小钩里出来 背着三四只炸坏的步枪 连声说可炸美了 一个都没剩下 说着一起都跑到马车跟前 被捆在马车上的康明里们 一见民兵们过来 顿时眼睛都明亮了 高兴的齐声叫喊 孟二棱呼的跳下车来 雷石柱连忙给他解开绳子 二棱一把抓住了雷石柱的手 握得雷石柱的手都有点发麻 他大声说道 喝呀 石柱哥 总算又见到你了 笑着笑着 眼里却滚出了泪珠 其余的民兵们 一把康明里 五二娃 康有富的捆绳都解开了 围成一堆 这个握住那个的手 那个抓住这个的臂 虽有千言万语 不知该从哪里说起 眼里都闪射着兴奋的泪珠 乱笑 乱喊 乱跳 像一群天真的小娃娃一样 忽然老五提醒大家道 咱们快收拾回吧 这里离据点很近 说不定敌人要出来追击 大家听了 这才想起事情还没有完 于是马上动手打扫战场 用石头把大车砸坏 牵着两匹牲口 一起往康家寨回来 康明里面四个民兵 因为被敌人拷打的伤很重 被大家掺着 扶着往回走 路上 他们虽然浑身疼痛 但仍不住地给大家 讲述敌人的残暴罪行 正讲得起劲 听见后边有呜呜的哭声 老五回头一看 原来是康有富 两个民兵架着他的胳膊 边哭边走 老五觉得奇怪 在路旁站住 等他们过来时 亲切地问道 有富 你哭啥里 康有富抬起头望了老五一眼 没说一句话 哭得更凶了 老五冷正了一刻 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原来老虎山事件发生后 老五回靠山保区上开会 区委会的同志和马区长 分析了一下当时的情况 说可能是特务搞鬼 老五不信 回到康家寨 又仔细打听当天出事的情况 李友红便告他 那天黑夜 是康有富放哨 半夜三更 他说桃花庄 有两个人送来一封情报 说汉家山的敌人 要来包围村子 情报也没看清 我们就往老虎山上跑 刚上了山顶 敌人已经四面围住了 李友红讲完 老五正骚着头皮沉思 雷石柱说道 对了 我也想起一件事 去年过年 咱村受损失 也是康有富给民兵们送的酒 这件事后来也没追根子 我看真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理 老五一听此事 便联想起康有富平日的各种表现 这才肯定的说 不成问题 保险有特务 恐怕话林罢就 雷石柱突然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们赶快网出稿吧 老五说 这问题离了康有富怕闹不清 等我们把据典里那些民兵都救出来 再稿也不迟 此刻 老五见康有富越哭越凶 暗暗寻死这件事 觉得大有蹊跷 便走到雷石柱身边 滴滴讲了几句话 然后回转身来说道 有富不要哭了 有什么难受处 你大胆说吧 雷石柱也说道 有富 咱们都是从小耍大的 谁还不知道谁的脾性 你有什么心事 有什么委屈 讲出来咱们大家商议 不要闷在肚里嘛 康有富仍然没开口 只是个哭 老五 雷石柱死劝活劝 才劝的不哭了 一路上 雷石柱慢慢开倒 康有富只是低着头不言语 一阵哀声叹气 一阵又咬牙切齿 像疯了的一样 回到康家寨的时候 晌午过了 村里的人 听说把抓去的人就回来了 一个个喜眉笑脸 跑来村口迎接 各家见了各家的人 不免落泪难受 亲热的问着说着 各自引回家去了 康有富是个独身汉 没有家小 华林爸家他又不愿回去 雷石柱便把他引回自己家里 望春牙 桃花庄的民兵 也都有李村长安置到村公所愿里 由张勤孝招呼休息师范 这天华林爸正在上摇里午睡 猛听街上的人一叠声乱嚷 掀开被子仔细一听 有人喊道 抓去的民兵都就回来了 华林爸慌忙跑到大门上 从门缝里往外瞧 见街上人乱跑 被抓去的康明里 孟二棱 五二瓦果然都回来了 看不见康有富在哪里 心中暗想 是不是死了 要死了可就吸心了 正想中间 只见雷石柱后面 有两个人扶着一个人过来 那人低着头 走到他家大门口时 朝门上狠狠盯了一眼 华林爸定神一看 正是康有富 见他满脸怒气 两眼红红的 历史吓得出了一头冷汗 转身回到院里 用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 想到 坏了 坏了 事情一定让人家知道了 不然雷石柱为什么跟着他 康有富胆小 也许不敢说 忽悠想到 不对 不对 康有富受了这么大害 就是今天不说 以后也会说的 雪地里埋不住死人呀 越想越怕 好像脚底下 踩着鸽针一般 连跳带跑回到西窑里 一把拍醒康家拜 又把老婆和媳妇叫来 把刚才的事 气慌嘴节的长一句 短一句 讲了一遍 小蒜盘下的浑身 像发虐子一样抖 一叠连声叫着 妈妈呀 这可怎样 华林爸开了 开头上下出来的汗水 说道 是到如今 只有丢下你婆媳 我父子们逃条活命 有一天皇军打来 再团圆吧 女人们听了 吓得大哭 小蒜盘拉住 华林爸的裤腿 边哭边说道 你不能走呀 丢下我婆媳们 可怎活呀 呜 华林爸用力正 小蒜盘死抱住不放 华林爸火透了 转身准备狠狠踢他挤脚 一看 扯着裤腿的 不是老婆一个 两个媳妇也插上了手 也是不停的哭喊 流泪 华林爸一时没了主意 全身一软便坐在了太师椅子上 急得光溜光的脑门心上 汗珠子好像雨点往下滚 眉头涌起高高一拢 康家拜下的脸成了铁青色 一声不响 摸着别在腰里的手枪 软瘫在地上 满屋里 只有小蒜盘的粗嗓 合着两个媳妇的细嗓 高一声 低一声 一耳晚耳的哭嚎 雷石柱带着康友复回到家里 他老婆吴秀英见康友复回来了 亲热的一边招呼上炕 一边忙生火做饭 顺便问候了几句 康友复也没打理 跳上炕 迷迷痴痴翻了两下眼皮 便又抱住头放声大哭起来 雷石柱有点急了 蹲到康友复身边 搬着他的肩膀问道 你老哭什么 心里有什么不舒服 说嘛 我刚才路上不是说了 给你想办法 你从前也是个穷人 共产党来了 实行减租减息 帮助你赎回三赏地 你没吃的 农会借给你 新政权对你这么好 你还有什么话不该讲呢 这阵新政权就是咱们自己的呀 吴秀英边烧火做饭 边插嘴说道 讲吧 友复 你真把哑巴也能急的说了话 康友复转了个身 仍是个哭 两个人正急的没办法 老五进来了 见康友复仍旧在哭 便把雷石柱叫出门外 小声问道 问出什么了没有 雷石柱皱着眉头 焦急的说 没有 他老是哭 什么也不说 老五接着又进了家里 跳上炕 和蔼地向康友复道 友复 你老是哭 到底为了个啥 是我们对不住你 还是你坐下对不住我们的事了 是大事还是小事 你总得讲呀 康友复突然不哭了 把头抬起看众人 眼睛红肿得像两颗胡桃 老五以为他是要讲了 盯住等了半天 见他仍然不讲 老五突然脸色一变 力声说道 康友复 你的问题 我们早就知道了 今天就看你说不说 你要是真正把心里的事都讲出来 还是好同志 你要不讲 友复 你自己盘算吧 这么一说 康友复一下便跪下来 战战兢兢的说道 指导员 我说了你们不会杀我吧 老五笑道 不怕 有什么话其说 说出来只要决心改正 政府就能宽大你 康友复这才把牙一咬 边哭边骂 把话淋巴 康顺丰的特务活动 从头讲了一遍 老五们三个听着 气得脸色都变白了 听得康友复讲完 老五从炕上猛跳起来 把雷石柱拍了一把 说道你快去 把村公所愿里吃饭的民兵 都集合起带来 雷石柱走后 老五把背着的连枪一抽 卡擦压上子弹 提在手里 匆匆出来 站在街门上 不多一阵 雷石柱把民兵们都带来了 老五走过去 压低嗓子说道 同志们 我们发现了敌人的特务 现在就去抓 这一说 民兵们的眼睛 都惊得争了同龄大 谁也没说话 跟着老五 很快就到了 华林爸家门口 把院子的前门后门 都把守了 但见那两扇大门 紧紧关着 民兵们都跑过去 用脚踢 用棍筒 用石头砸 闹得呼隆东隆的乱响 但始终没有人来开门 华林爸全家正在哭闹 猛听见大门 肋骨式的响起来 全家人一个个 历史吓得丢魂落魄 华林爸就向唐人 见了火 软软地从椅子上出溜下来 小蒜盘和两个儿媳 吓得身子缩成一团 直往桌子下面钻 康家拜两手拍着屁股 乱跑乱转 直叫 来了 来了 人家抓来了 这 这 这时 华林爸勉强挣扎着 从地上站起来 在摇里东一摸西一摸 把契约账簿和敌尾来往的信件揣了一怀 好像个大肚女人似的 也不顾老婆 媳妇哭嚎 拉了康家拜 把腿就跑 他知道大门上一定被民兵围住了 出不去 走后门 后门锁着 像小算盘要钥匙 小算盘下昏了 一会说钥匙在身上 一会又说在躺柜里 一会又说在抽屉里 华林爸看看要是一时也难找到 便和康家拜价起梯子 从墙上往出爬 华林爸上了年纪 正爬上墙头 大门又东龙一响 心意着怕 腿一软 身子往前一倾 一个狗吃时便栽到墙外一块麻地里 嘴也跌破了 膝盖上也擦了一层皮 他咬着牙 忍着痛慢慢爬了起来 康家拜跳下来扶着他 从麻林里钻出去 一拐一拐地向汉家山据点逃走了